好朋友,我們今天來聽見語音 有關政經的訊息,我們就開始來聽語音 AAP亞東新聞政經國會綜合報導警號龍言行大運黃珊珊進入立法院後要做的是警號問政未選民報告那些事 警號柯文哲有多少房地產 我們的目標是青年住宅及社會福利設施警號市林外雙溪 翠山好土地警號,休閒農場警號,擬自辦市地重劃區警號,經學平律師談以百億農業園藝林物產業科技園區 警號挺台灣賴清德警號,台灣國會警號,守護中華民國派兩岸,和平相處警號,發展經濟和平民生樂利警號,無樂天談國防的重要警號,專業素養警號,受款人突垂未檢討警號,最高法院未明查秋毫警號,判例停止適用警號 警號法官為何人引用部分律師毅然警號司法改革 中華民國台灣星光休閒輔島聯合總即將照選出立監視會警號會館,台北市松山區塔幽路350號一樓 忙忙忙碌碌搬完辦公室後,差不多穩定一些些,該向大家報告這段時間以來的紛紛擾擾,以及珊珊進入立法院後要做的事,也趁此機會向各位拜個早年 警號黃珊珊問政報告黃珊珊未選民報告那些事 打造更好的台灣給下一代,是用做的,不是用說的 這個會期,我將參加財政委員會,台灣民眾黨在這個會期將提出最優先的打詐法案 詐騙橫行,民眾的銀行賬戶被盜用濫用,各種詐騙招數層出不窮,越來越多新興科技成為詐騙利器,虛擬貨幣,第三方支付,遊戲點數紛紛被利用成為詐騙工具 因此,我將提出修正,警號洗錢防治法,警號銀行法,加強妥善管理各種新興支付交易工具,讓台灣新興金融科技的洗錢防治與監理制度法治化,並且強化政府追回受詐款項能力,加強銀行審查,管理銀行賬戶的責任,落實銀行對人投賬戶的管控,讓詐騙更困難,讓人民免於恐懼,保障人民的財產安全,才是正道 我將在財政委員會主張,警號打仗,警號居住正義,警號財政紀律,三大方向,將柯文哲主席在總統大選所提出的政策方向落實成修法提案,我們會身體力行對人民的承諾 面對全民的民意,三黨不過半的立法院,40%選票支持的總統,朝野各黨都應該謙卑地接受人民的選擇,而人民不希望政黨惡鬥,我們都已經開工 那,希望大家一起捲起袖子,達到更好的環境,給下一代更好的生活 警號黃珊珊警號民眾黨警號立法院 警號有關卓榮泰前主席所說與我會面的內容是事實 但是,我必須說,因為1月30日黨團會議做成決議之前,台灣民眾黨都保持開放態度 所以,會見卓主席時,我都是聽的角色,也表示會將他的訊息帶回黨團 但是我沒有提任何方案,更沒有所謂交換條件,因為在黨團會議決議以前 我們都希望兩大黨可以對國會改革與未來議事法案提出改革的想法 卓主席所說的三方案,都是他的意見,我也只是據時轉達回黨團而已 正因為如此,國民黨韓國瑜市長方面,也有很多人表示想拜訪黨團與主席 所以我們才會公開說歡迎大家都到黨團正式拜訪,婉拒私下約訪,以免爭議 1月29日兩黨候選人拜訪黨團,1月30日黨團會議做成決議 1月31日召開記者會公布我們投票意願與投票方式 院長提名黃珊珊,護院長則是院長投票結果在討論 所以,沒有與其他政黨交換院長候選人條件的問題 2月1日早上的自由時報就報導說民進黨多方接觸台灣民眾黨 但民眾黨沒有接受民進黨提出的方案 當天該報導就提到前主席出面的相關內容 兩家媒體與民進黨發言人吳針竟然可以完全扭曲事實 稱台灣民眾黨主動接觸民進黨 而卓主席如果認為自己被誤解 應該要去問問自由時報為何2月1日當天先將它爆料出來 事實就是事實,真相只有一個,民進黨內互鬥,赤裸裸的上演 大家已經看得很厭倦,全新的民意,請給全民一個全新的國會 警號應該要去問自由時報警號善意溝通不是壞事 警號壞的是有人故意扭曲 警號記者會,超越藍綠最強戰力新會起優先法案亮相 立法院第十一屆立法委員剛報導 民眾黨立法院黨團持續監督政府 為民眾發聲,召開記者會宣示針對國會改革 司法改革,媒體改革,財政紀律,居住正義,公民權利,老公權益 醫護權益及世代共融,提出九大面向優先法案 爭取跨黨派支持,積極實踐證件承諾 柯建明在記者會及臉書的原文報導 毀憲亂政,莫辭未慎 立法院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明質疑 國民黨團總召附坤其近日拋出設立 國會特徵組構想,稱藉此推動打貪腐 還要推聽政權,調查權,不得藐視國會等入法 他痛批,毀憲亂政,莫辭未慎 強調這是非常嚴重的毀憲亂政行為 在憲法權力分立的原則下 國會沒有準司法權和調查權 這是很確定的原則 柯建明經 六日於民進黨團記者會中表示 國民黨乃至於民眾黨 提出所謂的聽證調查 藐視國會,現在更引申到國會特徵組 毫無憲法法治概念 他先予以駁斥 他說,根據大法官釋字第585號解釋 所謂國會調查權 那是2004年時,他領嫌提出示現 帶著學者專家到憲法法庭 大法官解釋出來的結果 很意外的國會有調查權 不過,柯建明也說 至今將近20年 立法院都不敢修法 因為這要重新釋憲 這核監委的調查權有漢格之處 中間劃個區分 配套法律應該怎麼寫 有實際面的困難 所以在立法院沒有辦法修 也沒有人敢修 怕變成國會怪獸 台灣不是北韓,中國 其次,柯建明指出 聽證詮釋美國的制度 美國總統到國會做國情報告後 就走人了 但是他們有特殊設計 所謂聽證 官員就任要聽證 但民眾黨,國民黨 把他過度隱身 再加接台灣 這是徹底違憲 聽證就是官員到立法院 來若達非所問 反質詢等 要引用國會聽證權 可以行責,移送法辦 除非北韓,中國 否則在民主社會國家 全世界沒有人這樣設計 這是非常錯誤的觀念 他們卻執迷不悟 國會核來檢查權及司法權 至於所謂的國會特徵組 柯建明說 這是特徵組廢掉以後 把他借屍還魂 變本加厲 變成國會特徵組 他坦言 我不知道這要怎麼設計 國會有所謂的特徵組 你是要行使什麼權利 你要抓貪官污吏也罷 那是國會執行權 但是賦予國會又有司法權 又有檢查權 這是嚴重的憲政衝突 國民黨,民眾黨合作違憲 希望國民黨在設計國會改革時 不要一意孤行 絕對徹底違憲 柯建明說 很遺憾國民黨 民眾黨 傅昆琦 檢查官出身的吳宗憲等 竟然能夠講出這種言論 何其遺憾 對於傅昆琦淨越言論 柯建明表示 讓很多人非常瞠目結舌 聽不下去 包括民進黨俊養的狗官 要讓民進黨找不到人 來當政務官等 他用這種設計前置你 這是違法違憲 也凸顯國民黨整個黨 從傅昆琦一降 完全就是違憲亂政 台北沒有花蓮王 副總召兼民眾黨總召 柯建明說 我們要禁告 傅昆琦 難道你現在是 國民黨團總召兼任 民眾黨團總召嗎 你是54席 剛做62席嗎 你們兩個是合體了嗎 你們兩個是合體了嗎 民眾黨團總召 黃國昌受你指揮嗎 也許你們沆瀉一氣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講的太武斷了吧 所以你是錯把台北當成花蓮 你是花蓮王 台北沒有這一套 柯建明也批評 傅昆琦從2月1日以後 值得一滿 重昏了頭 以為掌握國會 台灣和天下 可以轉動台灣和世界 2024立委選戰募款 募集糧草計劃 越來越多熱情的朋友反應 對於沒看到我們的廣告感到焦慮 如果你希望我們的影片 能讓更多人看到如果 你希望我們的聲音能像野火般聊園 誠摯邀請願意支持我們的朋友 踴躍捐款給柯文哲 五星銀政治現金專戶 募得經費 將用於全國廣告投放 感謝各位的支持 讓我們奮戰到最後一刻 義無反顧拼一次 這個部分的新聞 是回顧廣習的新聞 是台灣民眾黨在 1月13號之前的 募款的新聞 我們為了回顧整個結構 所以我們把 為什麼 台灣民眾黨 宣傳說要募款的原因 第一亞東新聞正經國會綜合報導地震 是執行業務與非宋事件 實務不動產仲介經濟業者 錦號擬自辦市 林外雙溪翠山豪土地市的 重劃區錦號 經學平律師說明 百億農業園藝林物產業 科技園區籌備會過程 錦號第16任總統 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 順利完成錦號 專業人士加入我們的行列 錦號主商不動產售屋 資訊亞東附近店面 立法院正副院長候選人 國民黨中央常會決定由韓國瑜 將其成搭檔參選 而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大會 裁共視覺 預期推舉現任立法院正副院長游席寬 蔡其昌參選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照 婦琪書記長洪孟凱副書記長林思明 錦號松江南京捷運到90項錦號 307錦號板橋監理站錦號 57亞東科技大學附近錦號的經店面錦號 錦號的鎮土及不動產仲介經濟業者 談債權讓與貨抵押權移轉 通知債務人錦號士林外雙溪翠山豪土地錦號 拼經濟建設台灣澎湖金門馬祖錦號 落實福國立民 錦號投資致產請聯絡我們錦號不動產仲介經濟業者 為您提供資訊錦號分享給大家錦號 拼經濟系列錦號華夏或店面出售訊息 錦號在公園、銀行、學校、市場、交通便捷錦 錦號債權、抵押權 要與律師通知韓錦號士林外雙溪翠山豪土地錦號 休閒農場 錦號在台灣拼經濟系列資訊錦號 歡迎專業人士加入我們的行列 擬資辦市地重劃區 百億農業園業林物產業料季園區 籌備會錦號士林外雙溪翠山豪土地錦號 休閒農場錦號分享百工百業住商不動產 售無資料亞東科技大學附近經店面物件編號 WS21356電名松江名聲加盟店 紅福不動產經濟有限公司 業務人員黃小姐0979768229 基本資料地址板橋區得新街總價3358萬 建物登記屏數20.96屏屋 044.8年格局 林房斜線一廳斜線 一位坐向形式公寓樓高斜線 樓別五斜線 以外強建材車位無管理費周邊資訊學區 市立新一國校 市立重慶國中商圈 亞東生活圈 公園綠地 華德公園市場斜線超市 加勒布捷運站 BL05亞東醫院 建物登記屏數標的面積資料 建物登記總評數 20.93屏屋 土地 登記總評數7.139屏 分向面積主建物 14.8709屏 車位面積平主建物內含地下室 公共設施0屏附屬建物6.0923屏 房屋特色 進亞東醫院捷運斜線技術學院 現在改為科技大學 進市場 大馬路上人朝前朝警號立法院組織法 這個是我們在AAP亞東新聞政經國會 從1月30號開始採訪立法院新聞以後 我們做個語音報導 謝謝大家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和五六天的節目 我們在廣播民生繼續播出 謝謝大家